我們今次會講到 有些人做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有些不同的表現 我們容易有一種怒氣 上一次我們講過 裡面就很爆火 很爆火 這個反應其實是一個型類 當然人是會有怒氣 不過有些人會發覺怒氣是很強烈的 為什麼是型類呢 就是因為他小時候受了傷害 很多怒氣積存在 每個人都會有生氣的 那一刻生氣是告訴我們有問題要處理 但是他生氣到打爛了牆 扔掉了東西 那些就一直爆出來 他的怒氣失控 雅各書一章二十節說 這裡沒有經文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全 成就神的義 人的怒氣是不會成就神的義的 不會成就 不會做好一點的 也都不會改善的 就好像耶穌說 他說 用憂慮使於受數多加一刻 不會 那你能不能夠用怒氣 將問題解決呢 是不會的 那我們需要明白這個 怒氣的過程 過程呢 第一就是受傷害了 就是可能周圍我們有人 那些怒氣很厲害的 向我們爆發 而我們不懂得處理 跟著呢 我們又覺得不公平 就是我們有個反應 你就是你罵我 我又不可以罵 我又不可以罵 我又不可以罵你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漫畫 有個男人就罵個太太 那太就罵個小孩 那小孩呢 就踢個玩具 之類 就是 之類 就是 他只能夠把那些怒氣 發洩在他之下的人 那 因為他的心裡 那種怒氣 積存在 那 我們 我們怎樣知道 我們裡面那些怒氣呢 我們其實 這個 說這些刑慮一方面 幫我們自己也幫人 就是有些人真的 很 很厲害的 就是你看到 一句說話 一不合聽 立刻在公眾場所 立刻 很 很強烈的 爆 就是爆粗口 就是這樣罵 那就是因為他裡面那種 營慮 那好了 那我問一下你 那種營慮的形成 可以有什麼因素呢 就是大家想一想一下 其實我想大家 以後 你見到人 有些人 有些人 經常都發爛雜的 經常得罪人的 經常說錯話的 經常說錯話的 經常騙人的 其實這些都是一定有的刑慮 那你可以分辨一下 到底這個人 為什麼他的生命會這樣呢 那 那現在大家去 講一下可能的 原因 為什麼人這麼容易發怒 就是為什麼有些人那種怒氣 是大得這麼厲害 或者 你們不是那麼大 但是他裡面 鞠實是很不開心 很想去 報復 或者很想他受懲罰 之類 那這個都是一種的 在裡面有一種的怒氣 那你 大家想一想 就是我想你想 因為你想過 你將來就記得了 為什麼那些怒氣 積存在裡面 成為一個營慮呢 家庭背景 是啊 你說得細緻一點 哈哈 家庭背景去裡面 或者小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是 我小時候 我經常被我姐姐發 很濕 我們去回那個怒氣 就是你姐姐這樣對你 家庭那些 怎樣 就是我們想分析那個過程 那你將來 當你知道自己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它裡面的過程 裡面的過程 裡面的過程是怎樣 當你姐姐罰你的時候 你會怎樣 很生氣 好了 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生氣 就是你生氣著來睡覺 現在我想說 將它拆解 第一 你每天生氣 每天生氣 每天生氣就入了潛意識 是啊 那你跟著 怎樣看你的這個姐姐 很壞 是啊 那就是有憤怒 不饒恕 不喜歡她 不喜歡她 我想大家就是分析到 原來有個人對我們不好 跟著我們會生氣 我們會對她的態度改變 嗯 除了態度改變 你會發覺還有些什麼 你看這個世界和人有什麼不同 每個人都沒有 是啊 每個人都沒有 這就是一個一連串發生的事 這就是盈女的形成 它不只是一方面 一個人有問題 它是影響她全面性的 不是 那就是 你會跟著我 是 是 有一個人的 是 我們 有一個人的 我們 會是 你會不會 再有一個人的 發生 或是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